各位大家好,我是Dixon 今天想和大家去分享 我平时教学的影片是如何拍出来的 我主要用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我会用iPad内 内置的一个叫做 萤幕录影的功能 第二个我会选择用iPad内 其中一个Apps 叫做Explain Everything 为什么我会选择用这个方法呢? 原因其实我自己也试过有很多录制的方法 但我觉得这个方法是最快最有效最简单 所以我就选择用这个 那如何去用呢? 首要的第一件事就是 你的iPad内要开启这个萤幕录影的功能 那是哪里开启的呢? 首要的第一件事就是 在这个设定里面 你就按这个控制中心 就在这个自定控制项目里面 其实那个录影的功能 那个萤幕录影 其实如果你第一次的话 其实就会在下面的 那你就要按绿色这个加号 将那个功能开启了 好像我那样就在上面这样 那这一件事大家是要留意你要做的 好了第二件事 开启了一个萤幕录影之后 那怎样用呢? 有什么要注意呢? 那呢? 就出到主画面 然后呢 在这个右上角 右上角 锁一锁 那你就锁到这个版面 那这个版面 其实我现在在这里正在录的 OK? 那记住一件事 当你录之前 你就要去按实那个按键 按实那个按键 那你就会见到 可以这个开始录影 不过有很多同工 其实录完之后 为什么没有声音呢? 原因就是因为 你忘记了开支咪 OK? 所以你记得开支咪的情况之下 先好开始录影的话 上面就有三秒钟你准备了 那如果你准备了这两样东西的话 那你就可以开始 用这个screen record 的情况之下 去录制你的iPad 那个面 那其实有些什么可以做呢? 其实例如 PowerPoint Google Slide 都可以做到的 OK? 好了 就算我现在教大家 用这个Explain Everything 都是用这个screen record 的形式去做的 那我现在就教大家 用这个Explain Everything Explain Everything 其实你开了之后 这个是我之前做过的教学的影片 OK? 好了 那其实呢 第一样东西 开启一个新的专楼 通常我都按空白的了 好了 接着呢 就会出现到这样的形式 黑色很可怕的 我通常用白色的 所以我就会在上面 由上角那边 按下去 然后呢 选择那个的 背环呢 选择白色的 因为白色就容易处理的 我自己觉得 那便完成了 那完成了 那完成了之后 接着我做些什么呢? 那我通常呢 就会加些相片 或者加些 PowerPoint Slide 加上角那边 加上角那边 例如这一张 我放在这个位置 接着呢 就继续了 那其实呢 你会看到 整个制作的过程呢 其实就很简单 OK? 就是这样的了 好了 搞定了之后呢 接着呢 你又可以将图画 放大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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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 那主要呢 我会新加一些图片 就是这样的 好了 接着呢 第二样东西 我会做的呢 就是筆 那筆呢 其实呢 都有很多的颜色在这里 那你也可以选择 那个粗幼 那主要就是这样 例如我示范一下 那我是Dixon 那其实呢 我主要是Biology 教生物的 好了 那就可以搞定了 那也可以选择 用一些highlight plan 例如考试策略 例如 调低一点重点 这样 但是如果我有些东西 我写错了 那怎么办呢 那你就拿一支筆 拆掉 那就是这么简单 我只要用这些功能 OK? 那其实你搞定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开始 记录了 那还有些东西 可以试的 就是主要这个功能 就是那支的laser pointer 有个laser pointer 那主要就是考试策略 这个Biology 这样 那我们就 现在就开始 记录了 那怎么开始记录呢 那我就主要 就设定了 那个录影键 在上面 那其实呢 通常我记得 开启的时候 应该在下面 我自己教过这个版面 好了 那我开始按 各位同学 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 去分析 DSE by all 2012-2019年的 DSE 试题 的数据分析 以及制定 这个学习的方向 那我现在录完之后 我就可以 按停了 按停了之后 其实下面 就是刚才我录的 整段录音 和你都看到 那个PONTER 动来动去 这样的 好了 接着去到后期 你真的录完 录完之后 接着你就可以 做一段影片出来 那 就在这个 右上角上面 你按一按这个键 接着呢 选回影片 然后呢 你将那段影片 就储存了 它 在相机里面 那其实 整个过程 就是这么快 我平时 我自己设计的 教学的影片 我也是用这个 形式去表达的 好了 其实很快 十几秒而已 搞定了之后 其实段影片 去了哪里 其实就是 去了上片的位置 其实在这里 你开放字幕 今天就想和大家 去分析 DSE by O 你都会看到 二人一二 至二人一九年 的 DSE PONTER 的数据分析 以及制定 这个 有学习的方向 其实录完之后 就可以 方便 好了 整个教学 就是这样 希望 都帮到 和公寿 简单地 去做一些 教学的影片 希望帮到大家 大家 加油 拜拜 好了 其实还没完 录完之后 如何呢 录完之后 你就要设计 录影制 录影制 其实在哪里 录影制 其实就是 在右上角 那边 你锁一锁 其实这里还在录影 在录影中 录完 其实我们就要 按住 的情况之下 你见到 停止录影 我按了 停止录影之后 就完 所以 希望今天的分享 可以帮到大家 了解了 如何去做一个 教学的影片 其实我做到的 大家都做到 所以大家 努力加油 拜拜